非常明艳的搭配,对不对? 我们一会儿呢,就要沿着这个帽子的这个边缘的部分啊 来给它勾这个向日葵的边缘 就是挨着花朵的这个叶子这一部分啊 就是小小的一层叶子啊 但是因为这个毛线你看,你看不清楚纹理啊 然后大家会有很大的困惑 所以呢,我要拿这个色彩来给大家首先演示 记住啊,这个色彩实际上是没有参与到帽子的所有的工作当中来的 只是它的颜色呢,看着比较清晰 所以我们会拿它呢,来演示 但事实上它是不出现在帽子里边的啊 强调一遍,实际上我们一会儿呢,是用这个色彩来勾制的啊 但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们才用的这个色彩啊 看,我们一定要,现在是正面啊 然后这位置呢,打开 这个地方是我们起针的另外一头 你看,线团还在,线团还在,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位置啊,一直沿着这个边缘 用绿色线去勾制 但是拿这个色彩来演示啊 大家看 看到了吗?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首先,在这个位置啊,进针 同时我强调大家啊,我们从这个位置进针之后 在之后的所有的进针位置啊 因为你要沿着这个行走的 所以你所有的位置都要沿着我现在这个针的这一行 这一行是你的所有的进针位置啊 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不能你这一次进针在这儿 下一行你就这儿,然后下一行这儿又这儿呢 不可以的啊 必须沿着这一条线来进针 记住了吗?啊,要让它变得非常整齐啊 好了,我们首先进针 然后把这一根线给它勾过来 勾出一个 看到了吗?啊,把它从这头勾过来了啊 然后留一点线团,线头也行啊 因为刚开始大家来操作,然后可能掌握不好,没关系啊 我觉得大家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好,勾过来之后呢 我现在来教大家我们如何拿线拿针啊,手法 教给大家啊,看 左手是这样拿线的啊 勾针和棒针是相反的 你拿线的手是不一样的啊,是这一手啊 然后这一部分呢,按住你刚刚勾出来的这一根小线头啊 不要让它跑了 然后这一手呢,是这样拿针拿线的 看到了吗? 是这样拿针拿线的啊 大家看,我用的是3.0勾针 如果你要有3.5,4.0,或者4.5,甚至5.0都可以啊,没问题啊 好了,然后勾一下这个长线从这位置出来 这很简单啊,千万不说,不要说你不会啊 这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再勾一针从这个位置出来 明白了吧? 好了,现在就正式的开始了 我们要干嘛呢? 沿着这个边啊,绕线 你看,在你刚刚进入的下一针这个位置啊 一定要与第一针的位置平行啊 永远在这一条线上进针啊 看,把它拉起来了 看到了吗? 拉起来之后 1,2,3,下面的三针给它 从这边这一针啊,勾过来 让它从这钻过来 三针合成了多少呢? 合成了这啊 哎呦,sorry 重新演示啊 绕线进入到我们需要的这个孔洞当中 勾出这一针来 然后,将这三针啊,同时 啊,勾一个针套 把这三针同时穿过来 看到了吗? 啊,同时穿过来的啊 完成了 然后下一针呢 依然是绕线 还从我们要求的这个宽度 这个位置啊 进针,看到了吗? 把这根长线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 越过这三针啊 它出来了 看到了吗? 啊,就是这样的手法 绕一下 进入 勾出来 将这三针合在一起 讲给大家一个这个稍稍的一个小窍门啊 就是你在完成这一针之后 你看,稍微往上提一点点 你看,让这一针啊 之间有一定的框量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你只有这位置有框量 那么你在三针合一针的时候 才会非常顺利的把它能够勾出来 要不然的话就不行 勾的时候 一定要把针的这个尖端啊 带勾的这边朝着自己的方向啊 绕线 进入到一个均匀的位置啊 勾出长线来 三针合一针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啊 这位置有一定的松松的量 如果这位置你勾的特别紧 会影响整体的密度 同时你的这个三针合一针 会非常困难啊 绕线 进入 勾出长线来 三针合一针 记住了吗 你看啊 就是这样的规律 你看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整齐的 这么一个小边边 留意到了吗 实际上我们没有用这个颜色的线来演示 来完成啊 只是拿它来作为演示 来给大家看清楚 之后 就都是这样的手法啊 一直沿着这个边沿走走走走走 经过你中间帽子缝合的这个位置 刚刚这个位置啊 然后到这边再走走走走走 一直勾到哪呢 勾到我们帽子绳这个 起针的这个边这儿 你看原来起针的这个长的这个线头 这位置啊 也就是沿着帽子的边沿着勾一行 整个都勾过来 记住了吗 好我们现在啊 就用这个方法 认真的来用咱们的这个绿色的线 来完成这一部分 大家已经知道了哈 知道手法了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就用正规的这个线啊 来完成我们的这一部分 看后边我按住了这个小小的线头 不要让它跑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式的了啊 大家肯定看不到这个纹理 你看开始的时候呢 这是起始的位置 所以你要多勾 多勾两针啊 看得勾到这儿 要不然不弄它的话 你这个边沿立不起来 对不对 好了 下面就是绕一下 然后啊 进入它边上的这一个位置 而且要记住这个地方 以后老从这进针 记住了吗 啊 然后三针 合成一针 合成之后 千万别这样就完事了啊 要不然你下一针 会非常困难啊 提一下 让它有矿量 也就是如果它有矿量了 那么你下一次操作就会非常的简单啊 绕线 进入 勾出长线来提一下啊 然后三针 并一针 并完了 提一下 啊 你每次提的力度 让它这个线套的松紧程度一定是一样的啊 如果你有的紧有的松的是不行的啊 再一次绕线 进入 勾出长线来提一下 三针合一针合完了 稍稍提一下 有矿量就够了啊 再次绕线 进入到我们要求的啊 就是你每次进入相互之间大概相差 将近一厘米 不到一厘米的样子啊 就是你每一次进针的位置 距越上一次进针的位置 将近一厘米 0.8厘米左右啊 一定要记住提一下 如果不提啊 你下一次就真的弄不出这一针来了 那可着急了啊 三针合一针提一下 绕线 进入 进入这一针非常关键啊 如果你进入的位置 不讲究 那么 很有可能你这个地方还就参差不齐的了 记得了吗 所以要很认真很认真的来对待这一部分啊 绕线 进入 勾出长线来 提一下 三针合一针 提一下 一定要记住提一下这事啊 但是别提大了啊 如果大家提大了的话 那么你这个边沿这就不整齐了啊 好 绕线 进入规定位置 勾出长线来 提一下 然后 三针 并一针 并好后 轻提 绕线 进入 勾出长线来 提一下 三针 并一针 提一下 好了 绕线 进入 进入的位置啊 与之前第一针进入的位置 大概相距是0.5到1厘米之间啊 不要超过1厘米啊 大家学会了吗 就是用这种方法啊 我们将它的整个的这个帽子的边缘部分啊 给它完成这样的小小的一个绿色的小边边啊 大家一定要加油啊 一直勾到另外一侧啊 大家一定要加油啊